6个宽部疼痛复发的可能原因 相不相信,宽部疼痛也是举看医生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过去的60年间。 尽管宽关节疼痛影响各年龄层的人,但成年人通常罹患反复发作的宽关节疼痛。 这种不舒服感就像在臀部附近所有的关节处都感到一股剧痛一样。 此外,它几乎总有一种沉重感,通常令你感到移动困难。 有时,症状会延伸到腹部和腰部。这可能会让日常生活和工作变得难以完成。 发炎性疾病,骨骼肌肉创伤和关节破裂是发生髋关节疼痛有关的主要因素。 但是,由于许多人不了解其触发因素和成因,所以我们想带你看看最常见的一些因素。 不良的姿势,包含步行姿及坐姿,都是宽关节疼痛的最主要和次要引发原因之一。 这种疼痛是由于长时间持续同一姿势的结果。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子会影响肌肉和关节。 某些椅子的形状,穿高跟鞋,或做某些类型的体育活动也可能会有强烈的影响。 请读,每天做棒是平板支撑的五种好处。 二,宽布粘液囊炎。 粘液囊炎是一种发炎的清醒,是一种用来缓冲骨骼,肌肉和肌腱的小粘液填充囊的肿胀。 粘液囊是一个小囊区,位于膝盖,肩膀和臀部等主要关节的周围。 粘液囊负责减少关节运动过程中的摩擦。 由于它们经常暴露于创伤之下,所以通常在反复发作的狂步疼痛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三,骨关节炎,腿化性关节炎。 骨关节炎,腿化性关节炎,是一种射击骨骼和关节发炎的疾病。 是一种软骨逐渐恶化的结果,而软骨可以保护骨骼及关节面于摩擦。 这个情况可以发展到身体任何部位的关节。 但是,它最常影响手部、膝盖和臀部。 其症状是逐渐显现的。 尽管它们可通过各种药物来控制,但没有绝对的治疗方法。 当骨关节炎影响到髋关节时,它会发生在前关节和鼠膝部。 这会触发强度不同的发炎症状和疼痛。 四,髋部骨折。 髋部骨折是需要立即就医的紧急医疗情况。 因为这可能并发永久影响移动能力的并发症,极端情况下,还有可能威胁生命。 髋部骨折的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这是因为骨骼系统逐渐失去骨密度,因人体渐渐难以吸收营养。 即便如此,它也可能提早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可能成为慢性病的发展或某种类型的创伤导致。 五,肌腱炎。 肌腱炎是连接肌肉与骨骼的肌腱,其发炎的症状。 它会发生于身体的任何肌腱位置上。 然而,它最常发生在肘部、膝盖和臀部。 运动员通常受到最大的影响,以及那些工作时需要高度体力消耗的人。 但是,它也可能是对创伤或疾病的反应。 当肌腱炎发生于臀部区域时,称为恰肌肌腱炎。 这种肌腱炎会让你在做某些运动的过程中,突然引起不舒服和疼痛。 查看这篇文章,肩部肌腱炎运动。 六,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是由于坐骨神经刺激或其发炎所引起的。 坐骨神经为身体中最大的神经。 当它受伤时,会造成从腰部到臀部,及腰部到后腿部的疼痛。 坐骨神经痛不被认为是一种疾病,因为它往往是潜在医疗疾病的征兆。 可能包括锥肩盘突出、锥管狭窄,或锥肩盘退化性疾病。 伴随臀部疼痛,坐骨神经痛也会引起下肢刺痛感。 然而,休息,止痛药和一些伸展运动可以加速恢复。 总而言之,髋关节反复发作的原因各不相同。 这并不总意味着有严重的问题。 寻求医疗照顾和物理治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疼痛复发时。 我们下期再见。